这个孩子有可能就在捧着 这以后的房主啊 就是徐守峰了 牛李 你这是非逼我们走啊 是不是有钱就能救妹妹了 那我愿意去 毛衣 是我亲手给她治的 妈妈 我爱你 妈妈也爱你 那千块长到骨髓先线就好了 夏里只有我是妈妈的亲人了 能长大佩佩的骨髓 就不饶你了 你要坚坚信息 孩子们还等着你 妈妈 妈妈 这孩子是先进去心脏病 心脏病 告诉你 这辈子都不会再原谅你 妈 我刚才做事了 这可是人形的 要是撞了人怎么办 撞了这么多钱 尽快带她做手术吧 你这顺乎想自己报个罪 你们这是我们公司和你的学校想推出博物吗 校长给我推荐了你 我想把小玉接走 这就不行 看普法故事品百味人生 这里是普法来幕剧 我是主持人图画 今天我们来看 《我想有个家》的第四集故事 之前我们认识了两位主人公 冯秀琴跟王志明 他们受养了六个孩子 促成了一个充满爱心和温暖的大家庭 但是最近一线困境 对他们二人是有些难以承受的 先是小玉被确诊为患有心脏病 需要手足够三万块钱 丈夫王志明不能够工作 只能是卧床休息 因此这个家全靠着妻子冯秀琴一人去挣钱补贴家用 而期间他们还经历了宋子风波和小玉的融入问题 都解决完之后 因为该尘埃落定有所好转了 冯秀琴却意外地被查出患有白血病 可以说让这个家庭是更加的风雨飘摇了 但还好这个时候高慧伸出了援手 其实高慧也是一个不容易的母亲 她苦苦寻找女儿十四年 却从未获得了有效的线索 但是最近好像真相离高慧越来越近了 那个真相到底是什么呢 他们的命运又将何去何从呢 今天咱们就接着往下看 妈 你怎么出院了 在医院待不住 还是家里舒服 高总 您脸色不太好 是不是昨天晚上没有休息好啊 不好意思 这大周末的还把你叫过来 我是 您是想问问关于孩子的事情吗 这个孩子有可能就在捧场 谢谢啊 姐 不好吗 好 走 好 走 好 走 谢谢 妈 您接着呢 来 看看 妈 妈 等我晚上喝 您就回屋歇着吧 你就放心吧 回来呀 我来做早饭 行 我想只有安全 那我们走了 那我们走了 慢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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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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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 快点 慢点 快点 再来一个 好了吗 没事 没事 好了 秀 你说咱俩现在这样 靠了孩子 他也撑不起这个家呀 大明啊 没有过不去的火焰山 一定会好起来的 不行咱给田干事打个电话 我昨天晚上想了一宿 咱不能给孩子们耽误了 对吧 你看小薇 变成这样 咱拿什么脸纸 咱俩怎么都好说 咱不能把那孩子给耽误了 您说是吧 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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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去哪儿 我去看个孩子们 我去看个孩子们 外国人 光阿弥 你去哪儿 他将有个小生命 不不不不 不不不不 不不不不要 大哥大姐 跟我说个事 你这是夜猫襟的 不是不来呀 兄弟 有啥话你说吧 是这样 上次资助驭培 那个高女士 把你们这个月房租给交了 他把我们交的房租 是啊 你们算是碰到好人了 那这得感谢 totally 以后有钱了 一定要想办法还人家的 人家有钱 不用你们还 可是 可是什么 可是这房子我已经卖了 这缩话说得好 帮不了急 帮不了穷 那家这也是一时半会 解决不了的事 我现在也没办法 总而言之 这以后的房主 就是徐守峰了 月底 就是他来给你们打交道 你有理 你这是非比我们走 我也不愿意 等等 你们好好歇着 能过一天是一天了 我先走了 走吧 兄弟 兄弟 这该想办法 不想到 谁 这个地方 这房子 也有理也说 这下不如该怎么办 行儿 你不能总这么逃避下去 咱真该为孩子 想想下不该怎么办 姐姐 你醒了 感觉好点了吗 嗯 妈妈说了 这是最后一关了 你要坚持 咱们一定能赢的 等我病好了 咱们全家人一起去动物园吧 好啊 那你要加油 嗯 你的病啊 一定会好起来的 你看 这个笑脸是不是跟你一样漂亮 嗯 红苹果 红红的 妈妈 你的眼睛怎么红啊 妈妈 帮小微打怪兽 谁来帮妈妈打怪兽呢 天盖师 嗯 我们找你来 想商量一下 该给孩子们 找个新家 找个新家 我们也舍不得孩子 可是现在这种情况 天盖师 就麻烦你 给孩子们找一个 好的家庭 对这么好的人 好 黄大哥 黄大姐 这事 你们就放心吧 我明天就联系 那你就费心了 再帮忙 着干什么 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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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来了 快 买了 在这儿了 请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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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几个孩子都是黄妈妈收养的 都是黄妈妈就懂事 这不是他们两个身体不好 他们真是不舍得把孩子送出去 你看 你看 你看你们这小伙子 这小女孩漂亮 小丫头 小姑娘 小姑娘 谢谢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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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朋友 阿姨 我不能跟你们去 因为我有病 你有什么病呀 心脏病 叫做手术的 阿姨 我妈妈也病了 阿姨 你能不能帮我妈妈打怪兽呢 打怪兽就是致病 你叫什么名字啊 小敬云 你多大了 有多半 走吧跟阿姨回家吧 好不好 不好了 为什么呀 我给买很多玩具 说我带你去吃好吃的 小孩真逗 吃个小女孩 你叫什么名字 我叫小燕姜 我不想跟你们走 你怎么知道我们要带你走啊 我妈妈生病了 我想陪着我的妈妈 你看 我就说女儿多亲戚 是啊 还是女儿好 挺可爱 挺可爱是吧 给他拍张照 孩子 别害怕 快来 快来 快这 近这 这孩子怎么回事啊 这孩子 钱包 这孩子 怎么是个小偷啊 这孩子 好了 去玩吧 不好意思啊 这孩子是一个什么情况啊 这孩子是 他是个龙养人 跟你们开玩笑呢 以前呢 是个流浪儿 多亏防娃娃收养了他 有点淘气 不过呢 本身一样都不坏 放心吧 那就是 好 嗯 我看 我看你 是个小偷啊 我看你 我看你 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真的吗 就是 妈妈呀 不会舍得我们的 那今天 已经容易来 跟我们照相了呀 姐姐 那不过了 快 先 先 先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妈妈 妈妈 您今天有空能陪我睡吗 行 妈妈今天陪你睡好吗 好 妈妈我要跟你在一起 好好 行 那我也要 好 今晚上妈妈就陪你们睡觉 好不好 好 来了 我来一下 妈妈 你有把我们送走吗 不送 哪也不去 好 黄大哥 黄白姐 那对夫妇的家庭条件非常好 他们 看中了小燕香 最主要的是 他们愿意出资 帮助小薇 做手术 您看 这孩子的工作能做吗 那他们说 什么时候了吗 他们当然是希望越快越好 越快越好 冯大姐 您的心思呀 我完全理解 不过您看 眼下的这种状况 我觉得 您是不是应该下定决心 接受现实啊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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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知道 怎么跟孩子们开口 这个 妈妈 要不 我替您说吧 爸爸 妈妈 小薇她冰倒了 冰倒了 嗯 快去看看 快去看看 先别着急 我去看看 妈 孟大姐 天干事 妈 妹妹的病 怎么样了 妈 还在患上呢 你怎么来了 妈 冯大姐 小薇的治疗费 又着落了 妈 小燕香 他太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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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爸爸 等我长大了 我再回来照顾你 好孩子 到那边要听话 我的 爸爸 我告诉你一个秘密吧 什么秘密 这是什么 我把妈妈的电话号码给记下来了 我怕我忘了 爸爸 千万不要让妈妈换电话号码 好了 去吧 请我啊 好 这是小燕香捡来时穿的衣服 我给它洗干净了 里面还有一件毛衣 是我亲手给它织的 你们一块给带上吧 好 小燕香 去新的爸爸妈妈家 你一定要听话 妈妈 我爱你 妈妈也爱你 快 哥哥 想一想 不够 姐姐 你一定要好好听话 我爱你 你不要再淘气了 我们打他接走了 你放心吧 我们会好好带他 妈妈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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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吧 妈妈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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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那边 去把弟子叫过来 妈妈妈 这上面啊 妈妈妈 一定都会把你们接回来的 妈妈妈妈 老大姐 我妈妈 跟着新的爸爸妈妈回家 一定要听话 还记着妈妈的电话 好 妈妈 想妈妈的时候 就给妈妈打电话 妈妈走 黄大姐 放心吧 我们会好好善待她的 就像对待自己的亲生儿子一样 放心吧 妈妈 再见 再见 爹 爹 阿嬷 阿嬷 杨琳 妈妈知道你是个好孩子 虽然你不会说话 但你心里什么都懂 对吗 下一个来的家庭 就要选你了 你知道 妈妈是迫不得已 才把你送走的 绝对不会是不要你的 妈妈绝对不会 让你流浪街头 也不会让你坏人 把你抢走 妈妈 会为你选一个好的家庭 好吗 走 把妈妈去做饭去好吗 走 我们回来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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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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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孩子 怎么了 干嘛 走 跟我出去 哪有跟个大弟弟的 哪来的 在超市偷的 妈妈不需要你帮我干活 明年就去上学吧 妈妈是婆婆在一起把你送走的 绝对不会是不要你的 妈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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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会说话 你会说话 为什么不告诉妈妈 妈妈 妈妈 我不是远吧 是他们老打我 所以我不要说话 好孩子 让你受委屈了 妈妈 让你受苦了 是你给我的医学家 如果我要走了 就没有机会教你医生爸爸了 所以我要说话 好孩子 杨琳 你过来 杨琳 你怎么跟我说的 你不说咱俩一起挣钱养家吗 你不能走了 哥哥 我们还是朋友吗 我们不是朋友 你是我弟弟 你永远都是我弟弟 你永远都是我弟弟 哥哥 你永远都是我弟弟 疼 thế 令娘 类 你 ghost 再抓你 我想请问一下 是不是亲人就可以捐献骨髓 当然亲人的骨髓是首限 但也要经过配罪实验 不一定都合适 我想给我妈妈捐 我爸爸病了 家里只有我是妈妈的亲人了 好吧 喂 你好 你好 我是街道办事处 昨天您来找的一位住户 找到了 找到了 小薇的遗憾病逝 小燕香 小军雨 小杨林的被陆续送走 曾经幸福温暖的家庭 如今变得空空荡荡的 好像只剩下孤独和哀伤了 人少了 但是烦恼却一个也没有减少 冯秀琴白血病的治疗费用 依然是无从解决 我们也知道 其实王燕彭亚一直都不晓得 他自己也是被收养的 而此刻他提出 为了救冯秀琴 愿意捐献出自己的骨髓 那么在配型时 他能不能就此知道自己身世的真相呢 而另外一边 高慧苦苦寻觅孩子很多年都没有什么线索 但这个时候他突然获知 女儿有可能就在这座城市 应该说这些辛苦与付出 是有了一些回响 他似乎离女儿越来越近了 真相呼之欲出了 我们隐约能够感觉到 王燕彭很有可能就是高慧 苦苦寻找了多年的亲生女儿 命运的安排 让他们不断地相遇 也不断地错过相认的机会 那一旦获知了真相 这个家庭该如何去承受呢 王燕彭跟高慧 他们又该如何去处理这一份情感呢 请别错过 我们《我想有个家》的大结局故事 看普法故事品百味人生 这里是普法栏目剧 我是主持人图画